我们向佛一问训 齐 我们向老师一问训 齐 老师请坐 大众请坐 可以看一看 这样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师 各位法师 各位善友 我们这个八堂课 要来报告第一变相读 第一变相读 是曾经在江老师 画了地狱变相图以后 花了一些心血来了解他 这一次地狱变相图 特别就一根师父报告 特别就画着 他画这个地狱变相图 他的本意来这里说明 我们先看这个标题 叫做地狱变相 地狱变相 这个变相这两个字 就是说文字如何把它变成图像 像法华经的经变图 就是如何从法华经变成图像 那像这个维摩经经变图 东皇有那个维摩经的经变图 就如何把维摩经变成图像 许如然说看漫画是大家都喜欢 连我拿到明月刊 我第一件事情都看漫画 更何况是你 可见漫画的这件事情 在1985年的时候 许如然曾经就给弟子们成立一个动画班 动画班 那时候动画班的老师 就是江老师 动画班 那个社交科 林老师也是社交科的 那时候去学的 那江老师 那个时候教画画 本身他也跟这个传统的国画 他是很有内涵 那我们最后一天的课程 8月3号会请江老师来说地狱变相图 缘起是他 所以地狱变相图里面有两个缘起 第一个缘起是那个江老师 第一个缘起是这个 第一个缘起是这个江老师的缘起 那在8月3号的时候他会说 那我要说的第二个缘起就是 吴道子地狱变相图 江老师的地狱变相图 是从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图来的 那吴道子为什么会画地狱变相图 就是当时唐朝的国历 一直从贞观一直到这个开元时期 是唐朝的国历的盛况 唐玄宗开元时期的盛况 胜过唐太宗的贞观 所以那时候这个整个民风 那个是很奢靡的 因为太复苏了 那所以呢 这个很多的那个奢靡的现象 正在扶持着国家 所以那个玄宗皇帝 那时候是很担忧 所以他请吴道子在锦云市 画这个地狱变相图来花导人心 那吴道子呢 在锦云市画的这个地狱变相图 真的在长安城起了一个很大的效果 让这个屠夫能够放下屠刀 而且让整个社会的风气 这奢靡的现象就有所减缓 那我们曾经 我们曾经 我们学会曾经受蒋老师之托 我们做了一个地狱变相图的动画 大概花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把这个地狱变相图的动画做起来 那我们里面有一段 就是讲到吴道子 为什么画地狱变相图的缘起 我们先来分两段叙述 第一段我们来看我们的动画 来说说吴道子怎么画地狱变相图 唐开源 天宝初年 金诗长安一片繁荣富庶 政治安定 人文汇穗如此 去 бы打散发 这是我们同学们自己设计的一个片头 那在当时在画地狱变相图的背景 就是唐玄宗开元年间 这个进入了天堡 那整个国力从圣高摔 社会现象是很奢靡的 第二段就是来说明一下 玄宗皇帝怎么让吴道子来画地狱变相图 我们第二段的缘起 我先把缘起介绍以后 江老师的缘起 我江老师自己说 我先把吴道子对于变相图的缘起 在这边先报告 我们来看第二段 宣大实使者敬见 你知否已使得大石国人生灵涂炭 一个华青池 你知道死了多少瓶洞 扒了多少瓶子瓶膏 只不过是为了你和杨玉环的雅性 来人啊 把这两个人给我拿下 杨里龙鸡给我拿下 多谢壮师救命之恩 敢问壮师如何称呼 我就是那个一头撞死的考生啊 我记得你信中 民魁 南山的秀箭 今日鬼怪之事 实乃皇上与天下众生造恶业太多 而今天之事 不过是小场大戒而已 望陛下谨记在心 国中啊 长安佛门之中 谁的佛理讲得最好啊 据臣所知 天下人一致公认是锦云寺的住持 传云老和尚 你随朕 去拜访一下这位住持吧 阿弥陀佛 今日朕前来 乃是有要事 请大师开示啊 在老那看来 天下之事 世事不离因果 如今圣上得到如此的启示 足见天下大事为宜 平僧认为 如要力挽此等颓事 须让天下众生 明白因果的道理 这因果之事 说来容易 要让人理解甚难啊 请问大师 有何方法呢 对于此等情事 皇上可用绘画的方式 来教化人心 以收风行草野之销 嗯 此法甚家 多谢大师的开示 镇上有一事宣布 外星何在啊 臣在 正命你在三个月之内 汇出地狱变相图 以收教化天下臣民 因果之力 臣 灵指 这就是这个无道指 画地狱变相图的源起 那也是我们这个学会啊 画了这个有做了一个六十分钟的地狱变相图的解说啊 的开场白 那这个啊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的主题啊 所以这里面 因果的因啊 就包括对之恶业 包括修善业叫做因 果呢 包括离开痛苦的苦果 跟得到快乐的乐果 这也是文化的道统所在 如果文化的道统不能让有情离苦得乐 那也不能成为道统 道统就是带来这个众生的安乐的这一分啊 他才能够成为道统 那那个儒家的道统啊 叫做内圣外王 内圣的部分啊 就是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啊 就是让自己离苦得乐 外王的部分啊 就是利益友情 让友情啊 都能成圣成贤 这也是离苦得乐 所以中华文化一眼一蔽之 就是离苦得乐 那以上啊 是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讲座的这个标题 那再来说 元启也说过 无道子画地域变相图的元启也说过 那就是特别在这个景云寺 景云寺啊 画了这个地域变相图 可是唐朝之后啊 这个佛教毁于唐武宗 所以景云寺啊 也没有了 无道子的变相图也不见了 很可惜的 那现在还好科技的保留 除了江老师画地域变相图啊 还有老和尚帮他流通 那现在光碟啊 还可以储存这个变相图 所以我们 这个比古人好太多了 就是能够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 那地域变相图啊 是这个佛家的这个 来描述地域的苦果 那道家也有了 道教啊 比如说在一般的城隍庙 一般的城隍庙 他就有所谓的石殿元罗 石殿元罗啊 也是警惕这个有情众生啊 不要造恶业 那还有用有玉律宝钞 这种来描述这个苦果 希望众生啊 不要造恶业 那说实在这次那个道师啊 这个叫命令墨学生啊 来这里报告这个地域变相图啊 其实跟道师有一段 有一段的缘 就是在2009年啊 扬州真如是啊 他把这个地域变相图啊 这个在墙壁上显现的那一份啊 因为江老师画地域变相图的因缘 正式的认识了道师 那也是地域变相图 那这个地域变相图啊 这个等于是重现于寺庙 那这个 如果能够好好的 对地域变相图有所了解 那也是寺庙花费教化的功能 那所以接着我们要来说 以义载道的殊胜 以义载道啊 是这个古代啊 唐玄宗要无道指化地域变相图 就知道以义载道 以义载道就是说 用这个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里面包括书 包括画 包括这个器物 来将道具显现出来 那这个除了地域变相图里面 还有几个有这个有名的著作 例如像下面的这个 郑霞的流民图 郑霞的流民图啊 你看那个流民图是什么 北宋这个宋神中 他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啊 让老百姓流离思索 那王安石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王安石这个人是好人 可是这叫做以正宗篇 人是好的 做事情是错的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王安石变法变到最后的时候啊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王安石本人是刚愎自用的 第二个他推行的这个新法 太照进 我们现在的政府如果好好参考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 就知道太照进太急功近切 第三个 就王安石这个人不听劝 所以君子远离小人进来 所以用小人来推行新法 你就注定失败 所以我们雪如老人三颗说 好人做坏事 坏事都成好 坏人做好事 好事都成坏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就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时候啊 这个大臣们要不敢上奏 其中正想 正想是一个近视 可是他最后被贬官贬成了 在京城里面守门的官 正想变成这样 正想这个时候要告诉宋神中 说变法失败的情形 这个大臣不准他走 大臣都是这个 让好变法成功的这个奏者 才准让宋神中看 变法失败的奏者全部当掉 你就是可想 王安石这一帮人 是有多么的刚愎自用 所以正想用什么方式呢 正想用一个 军情快报的方式 送到皇帝面前 就是流民图 你知道那个是要杀头的 你怎么可以用军情快报 就是便将战事的名义 把流民图送到宋神中的面前 告诉宋神中说 你的变法的结局是这样 就老百姓流离失败 几家千银 一山兰驴 一狗为五 这种产相 这个宋神中 看了以后都哭出来 然后正想说 因为那时候干旱十个月 干旱十个月 然后皇帝都没有办法 正想说 十天之内如果不下雨的话 看头 你看他把病都堵上去 就说你按 你皇帝下令停止变法 你因为你的变法的结果是这样 如果你的干旱十天内不下雨 我正想看头 结果他们就看 到底正想会不会看头 宋神中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到第七天下大雨 宋神中终于下决心 要翻 就是说不要变法 所以王安石这些人全部罢退 王安石罢退的时候 司马光曾经有一首诗 叫做课中初夏 就是学那个高兴的感觉 叫做四月清明与乍情 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阴风起 唯有魁华相之情 我们学如然 像长旅居要的时候 特别讲这一首诗 蛮好的 我们学如然真的是诗学大家 那流民图就是取得 以异载道的效果 让这个宋神中废除了心证 后来宋神中 这个不但废除了心证 当宋哲宗在位的时候 就举用司马光 司马光在西津 被冰了十五年 当成西津玉石 这个人进了冷冻库十五年 终于回来朝中当宰相 司马光那时候回来当宰相的时候 是以上书佐朴叶兼门下四郎的官 回朝 你知道司马光回朝的时候 是全金丝轰动 两边都是人欢迎司马光 就司马温公别来无恙 你就可讲知司马光是得人心的 可是司马光回到的京城以后 司马光也太急了 所以司马光把王安石的变法 全部否决 你一个都不要 那老百姓有些已经适应了 你怎么通通否决又从头来 所以苏东坡就说 他的变法固然是不好的 可是总有一两个老百姓 已经适应了 老百姓适应了不要再变 可是司马光不听 司马光是全部从头来 所以我昨天才会报告说 苏东坡就说司马牛 司马光说我不叫司马牛 我叫司马光 对我知道你叫司马光 我怎么不知道 那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周成的流民图 周成就是那个唐伯虎的国画老师 大家只知道唐伯虎 不会知道周成 周成其实才是明朝的大花师之一 他也画了流民图 流民图就是明武中之政 用这个流井之祸 也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 老百姓看那些流离失所的掌 或者是披头上法 或者是衣衫兰衣 或者是与狗为伍 说明老百姓的产相是这样 那以上是一翼载道的殊胜 那接着我们来说 这个一翼载道要载什么道呢 下面就说 要有一个化导人心的因果教育 这才是一翼载道的 那一翼载道的部分 这个道就是讲到因果教育 因果教育并不是只有佛家才谈因果 我们来看儒家的书怎么谈因果 在上书里面就讲到说 为上帝不常 不常做善将之百祥 做不善将之百羊 你看 由善得乐 由恶得苦 这个因果连儒家的书都有说 这是依云训太假 话叫说你要勤政爱民 你要知道由善得乐 由恶得苦的道理 你才能够断恶修善 并且勉励老百姓断恶修善 举国才能屈极弊凶 那不只是上书这样说 书经也有说 永远配命 自求多福 那就是要配合天命 配合天命是什么天命呢 就是做善将之百祥 做不善将之百羊的天命 你才能够自求多福 以断恶修善来自求多福 那这是在那个 了凡先生就有举到这两个 这是云谷大师说的 那个曾国藩叫做曾敌生 敌生就是洗敌自己的生命 叫做从前种种 比如昨日时 从后种种 比如今日生 大家都知道 是曾国藩的名言 其实错 是云谷大师的名言 这是云谷大师 告诉了凡先生的 云谷大师是在 曾国藩之前 再下一个 那我们这次的论语 讲座的论语 对 就是孔子的吉凶祸福 孔子的吉凶祸福里面 与鬼神感应的趋吉 必凶之道 因为整个地狱变相 主要谈的就是 这个鬼神的 谈的是地狱的 所以那孔子到底 承不承认鬼神呢 孔子是承认鬼神的 昨天用论语14个篇章 14章里面 报告了10章里面 就谈到孔子是承认鬼神的 那承认鬼神 承认鬼神的这个道理 并不是说宗教才承认 不信宗教就不承认 它是逻辑推理可以成立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课堂 没有办法讲这么多 因为整个地狱变相 主要用八堂课 来报告完很难 所以很多推理的部分 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说 但是它是可以用推理来成立的 那这个 整个 讲到因果教育 不只是儒家也有讲 道家也有讲 更何况是佛家 那这个因果教育里面 特别讲到说 由恶得苦的那一分 得的苦 特别是讲地狱的痛苦 来警惕我们人生所造的恶 这个恶 有时候如果没有好好地处理 小恶会变成大苦 大苦特别是地狱的苦 所以警惕我们大恶跟小恶 所以地狱的苦 不只是警惕大恶 地狱的苦也会警惕小恶 因为小恶不好好地对峙 它也会变成大苦 所以我们一般 业有四个 一个是业决定 第二个是不做不有 第二个是增长广大 第三个是增长广大 第四个是 第一个是决定 第二个是不做不有 第三个是增长广大 第四个是做已不失 做了不会失 那我们有关讲到地狱里面 有这么多的经都讲到地狱的这些果报 所以地狱变相图 就根据这些经所讲的地狱 来变出绘画的形象 来警惕世道人心 那这些经典里面 说的是什么样的地狱呢 就是八寒八热地狱 下一张 八寒八热地狱里面 像比如说等活地狱 黑神地狱 等活地狱就是被人家戳 黑神地狱就是被人家拒 那这个综合地狱就是 两个山夹起来 好像打蚊子一样 打蚊子就像夹山地狱 蚊子回来 夹山 就第三个 夹山地狱 然后再来就是嚎叫地狱 像那个刑法会让人家叫 你看江老师的地狱变相图 都不出这几个 再来就是大嚎叫地狱 就是那个刑法会让人家 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像纳粹集中营 在这个处理犯人的时候 会让犯人一直叫一直叫的 那再来就是炎热地狱 就是那个火海 再来大炎热地狱 最后是阿碧地狱 阿碧地狱就是 师父讲的地藏经里面 就是有五个 比如说阿碧地狱是 直接下地狱 而且他的命是一直相续的 而且一个人就遍满地狱的 而且受的痛苦是没有间断的 那种种的形象叫做无间地狱 那这个地狱当中 出来的时候都有四个门 每一个门各有四个地狱 下一张 每一个门各有四个地狱 那里面比如说包括铁钉 包括废尿 包括黑鲨 或是饥渴 灰盒 斩劫 财狼 等等 注意看江老师的地狱变相度 都有画到 那是这个八热地狱 每一个地狱 有四个门 每一个门 外面有四个 这个 附属的渔真地狱 四四十六 十六乘以八热地狱 就是一百二十八 那 大乘的都有讲到地狱的痛苦 小乘的也有讲 我们 小乘的 我们去 去缅甸的时候 蒙玉瓦 蒙玉瓦是 有一尊大佛 这尊大佛 大概有二十八层 柔高 代表那个二十八层天 那个刚才师傅说 要每一年带童修出去玩是对的 我在想说 我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我要做那个缅甸的导游 我去缅甸太多趟了 他们的风土人情 他们的宗教 他们的绘画艺术 他们的这些 各类的内涵 我大概很清楚 那蒙玉瓦这个地方 这个佛像 这个佛有二十八层高 代表二十八层天 里面就从地狱变相 一直画到这个 色阶天 五色阶天 那地狱变相 在里面怎么画呢 你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 这个 肺尿地狱 再来 这个是下一个 棒极地狱 再来下一个 下一个 这就是等活地狱被戳 再来下一个 这就是血水地狱 还有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丁极地狱 这就是油真地狱里面 还有呢 下一个 虎狼地狱 再下一个 下一个 也是一样 这个 也是这个 血水地狱 再下一个 建树地狱 下一个 这个就是油炸 油煎地狱 煎东西 再下一个 棒蹭地狱 再下一个 建树地狱 再下一个油炸地狱 有没有 这跟江老师的绘画都有 那这个小秤的地狱 它的人是比较大的 玉竹的身高是很大的 那江老师的画法又跟他不太一样 江老师画的那个地狱 是比较属于这个跟人 跟地狱的人是一样高度的 这种表现的手法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从这个刚才里面 从四汝道三家的道统里面 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因果教育 因果教育里面 告诉我们的就是要断恶修缮 而断恶修缮当中 有这个金变图 道家的十定严罗 这个佛家的地狱变相 儒家 儒家当然这个也 比较在文字上显现 比较没有在绘画上显现 不过总而言之 断恶修缮是趋极弟兄之路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 断恶修缮最坏的 如果没有断恶修缮 最坏的是地狱 那最好的呢 佛家是什么 佛家就是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待会我们进入地狱变相图的时候 我们会就103张图 每张图慢慢的分析 那在道家呢 下一张 道家呢 是叫做驾鹤西规 那这个驾鹤西规啊 跟除了跟善业 跟四禅八定都有关系 那下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同学 他就用一个小动画 去呈见 下和西规 就飞到蓝天门里面去了 现在的小朋友 手法都很厉害 其实那个地狱变相图啊 可以找他们来画一画 动一动 就增加可看性 那以上啊 是佛家是往生净土 道家呢 是这个生导色皆天 无色皆天 驾鹤西规 代表禅定的成就 那儒家呢 儒家江老师 你看江老师把四儒道三家 用地狱变相图去呈现 你如果认真看 那个江老师的地狱变相图 他有很多含义 作者有很多含义 灌在那个图里面 如果没有把作者的含义 灌了解的时候 你只是看到作者在画图而已 没有了解他作者一个本意 那儒家呢 儒家也是讲来世 来世里面呢 他有那个金桥 银桥 玉桥 木板桥 金桥是什么 金桥就是这个人 做的是高贵的善业 比如说这个人 半政治是大政治家 死的时候就是走金桥 表现那个贵 尊贵 那下一个 下一个是这个 银桥 银桥是什么呢 银桥是 这是玉桥 上面那个 有没有看到 上面 有没有指出来一下 你有没有指出来一下 你那个 你那个 游标能不能指一下 好了 没关系 上面那个就是 银桥 下面那个是玉桥 银桥是什么 银桥是办教育的 所以你看那个有没有出来 是那个 宝勤的 就是说 造尊贵的善业是 办政治跟办教育 办政治的是走金桥 办教育的是走那个银桥 然后呢 办慈善的是走玉桥 你看到没有 江老师有没有厉害 所以玉桥就是 办慈善的将来 变成那个 很富有的人 造桥铺路 栽生几种 很富有的人 后面丫鬟还兆 这就是 这就是儒家 儒家就是 办政治 办教育 办慈善 既不办政治 又不办教育 又不办慈善的一般人 可是也不坏 叫做十四之一 必有忠信 如谋者焉 的一般人 就是走木板桥 就庸庸碌碌到来生 所以来生呢 就是庸庸碌碌的 或者从事四农工商 养家活口 很辛苦的过日子 就是走木板桥 而这个 这是讲到 佛家的出路 往生净土 道家的出路呢 是这个 驾赫西规 儒家的出路呢 是走金桥 银桥 玉桥 再不行了 也得要走木板桥 如果连木板桥都走不到了 就 这事大条啊 那 再来呢 这个人如果过世了 家属要超 要超检他 要懂得 一七 二七 三七 一直到七七 这是佛家的概念 百日 是这个 跟三年 是道家跟儒家的概念 所以用十殿去呈现 那第一七呢 是这个 这个 这个第一殿的阎罗 再来 第二七呢 第二七呢 就是二殿的阎罗 第一七是秦广王 第二七是楚江王 第三七是宋江王 第四七是五光王 第五七是阎罗王 第六七是汴城王 第七七是泰山王 第八七 这个七七就是 来停止往前 这个七个七 就是佛家的概念 佛家在超度的时候 就是七七内一定要超度 但是 到这个 加上儒家的概念 他就有百日 周年跟三年 反正就是说 为什么手伤要三年 就是要好好的 不但是免怀父母亲 还要把父母亲送到好的地方 所以第八七 就是用都市王去 百日就是用都市王去表现 再来呢 周年 就是第九殿的平等王 三年呢 就是转伦王 就是手伤三年的概念 所以十殿严罗里面就包括了佛家的追见 儒家的追思 儒家跟道家的追思 所以这一幅地域变相图 佛家也接受 道家也接受 儒家也接受 这就是这个表现中国文化的特色 就是希望 你看这个十殿严罗里面 包括圣宗追悦 你知道儒家最精华的部分 就是曾子所讲的孝 不是孔子为曾子所讲的孝经 孝经的最核心的思想 就是圣宗追悦 而孝经的孝呢 孔子说 告诉曾子说 是自得要道 以顺天下成名 自得要道 就是通往行而上 能够顺天下人民的话 就是行而下 好 那我们再来说 我们这个地域变相图的 这个报告当中的期望 就是能够 比如说 能够把这个 因果的教化推展 让大家在因果教化当中 知道学习正法 是自己最好的出路 能够自行 能够化它 能够让整个教育里面 在这世间里面 没有坏人 未来能够把地域清空 像地藏菩萨的这种本怀一样 最后往生西方 成佛以后 创造人间净土 把地域 这个永远根除 就是我们地域变相图 我相信也是画家的本怀 那我们后学 这里报告 也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愿望 那接着我们就来解析 这个地域变相图 那解析地域变相图 就是我们这八堂课里面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我们这个103幅图 就要从土里面去解说 这个关联 因果的关联 并且了解画家的本意 这是以上的前沿 接着我们来看 这103幅 第一幅就是众生来营 众生来营 你看江老师的处理法 他用众彩的颜色 这个跟他去敦煌有关 这是师父又去敦煌 在敦煌师窟里面 张大千先生 他到敦煌以后 他非常的震撼 因为唐朝的画风 一般画家都不会去接触 看到那唐朝的画风 他是有那个思想 非常开阔的想法 那特别在佛家的艺术上 表现出画家的开阔思想 那那个江老师 跟张大千先生 都是去看了敦煌以后 绘画的这个格局加大 想法拓宽 那这些就是采于敦煌石窟 佛教绘画的灵感 那其中后面 欧弥陀佛 你看那是火光 有没有 那代表是智慧的火 去破烦恼障 破所之障 那其他跟随的菩萨 就是圆光 那个有那个圆光 如果是阿罗汉 代表他是正德事果 如果是菩萨 代表他是登地以上的气象 那这个里面当中 众圣来引当中 除了欧弥陀佛 这个守思意 这叫做上品守思 中品守思 跟下品守思 有没有 这就是上品守思 那这带来的菩萨当中 有观音菩萨 跟大师之菩萨 观音菩萨 就是头顶顶的是欧弥陀佛 欧弥陀佛 表真的是这个尊师重道 而且是那个阳之尽水 所以我们那个打佛七一里面 最后大回向文叫做 观音甘露撒无头 四字金台 安我足 一刹那中离五浊 屈身背请到莲池 莲花开后 见池尊了如何如何 这倒是 这个大佛七的上人 就有这一段 回向文 那就是观音菩萨 那这个菩萨有几种表征他 第一个就是他的天冠 这个冠代表尊贵 然后那个彩衣代表富饶 然后那个 再来脚踏的莲花 代表这个虽然是富贵 可是又是出淤泥而不染 莲花当中 又有四色莲花 你注意看江老师 是用四色去表现 这个我们仪陀记里面说 青色清光 黄色黄光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微妙相解 那青色 雪如然上课说 青色表真的是 实地菩萨 青色清光 黄色黄光是代表实灰相 赤色赤光代表实行 白色白光代表实住 就是实住实行 实回向实地的这个阶位 用四色莲花去表现 那大师之菩萨 就是头顶顶的是一个骨灰瓶 代表是一个孝孙父母 所以整个学佛学祖的重点 就是孝孙父母 尊师重道 这是人生成功的秘密 那大师之菩萨叫做 四字经台安我主 那奥弥陀佛在这个上品的接引 莲花就放下来 莲花放下来 下面那个 有没有 就是四色莲花 就是放在这行者之前 那行者呢 他自己见到 这个等于是见到众圣来迎 他又见到莲花 能够这个脱胎莲花 往生净土 那这个里面呢 有那个音乐 天乐明空 我们要怎么去看 怎么天乐明空的感觉 有没有 就吹笛 那个这个也是敦煌里面 这些飞天菩萨 我们那个西洋的飞天 他一定要有两只翅膀 表示他飞天 中国的飞天不用 中国只要用彩带 就表示他在飞 所以中国比较厉害 中国用异象去表现 西洋一定要用 这个物象去表现 中国用异象 所以齐白石说 中国的绘画是处于 像跟不像当中 像就是说 你看江老师画的云 请注意天上有这种云吧 你有没有看过天上的云是这种云 没有 你抬头看天上的云 绝对不是这种云 那这种 可是你有知道他在画云 所以就处于像跟不像当中 如果要像 那干脆照相就好 如果不像的话 那简直就偏离四死 所以如何在像跟不像当中 就是中国绘画的意境 然后再来呢 就是说这里面还有包括 和掌赞叹 还包括这个食物供养 你看他菩萨 各种手势的不同 有和掌的赞叹 赞叹这个行者 功德威伪 那这个 为什么要把菩萨画成女的 表真的是慈悲 那这个 有时候菩萨在表生慈悲的时候 又会把女人画为福祉 又代表他是智慧 看画家要怎么去表现 那这个 有声音 天月明空 有这个莲花的香 还有这个智慧光 有所谓大师至菩萨所说的 香光庄严 在这幅图都完整的去呈现 所以整个图里面是一个最吉祥的 最吉祥的就是众胜来影 以上是第一个 就是说人生要这样的经营 要这样的经营的时候 那人生要造什么样的业呢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反思的 那我们看第二幅图 你看第一变相图先讲好的 好的讲完了就讲坏 可见第一变相图也没有完全负面 前面就讲正面 第二幅图叫做驾赫西规 驾赫西规 你看后面那个 被插的叫做帮苏拉 浮尘 浮尘里面呢 浮尘什么功能呢 就是蚊子多 浮一浮 就是浮尘 罗汉还有那个手扒 就太痒了手不够长 所以要爬 刘备那个手长过期 就不用爬 就不用那个爬 那驾赫的那个赫 就是一种仙人的一种做奇 那赫里面佛家修敬业 道家里面不但要修善业 刚才导师带我们念的太上感应篇 天仙一千三百善 地仙三百善 但是它里面还包括四场八定的业 他没有说 其实应该还包括这禅定的业 让他能够这个生到色节田 跟无色节田 这是道家的手法 那这种人在人世间 一定是清心寡欲 扫欲之主 所以诗里面 杜牧的诗里面有说 腰禅十万怪 不能齐鹤上扬州 那以上的是道家讲完了 现在讲儒家 儒家呢 下一张 这在那个因果图鉴 画中都有 那我特别是就绘画解析 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图 文字说明就会有意思了 这个是判官 判官 你看他判官 他是用钟魁造型 钟魁造型里面 钟魁听说就长成这么丑陋 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 玄宗皇帝一看这么丑陋就不录取 他干脆一头撞死 以后他就变成那个地狱的判官 那钟魁有一个蓝色的光 你要说蓝色的多脑合 就是蓝色代表忧郁 摄持的这三个人要去投胎 那判官里面 你注意看 有两面 一面是阴 一面是阳 换句话说一面看人的光明面 一面看人家的隐私面 就是说判官有这种能力 一面看前面 一面看后面 就像那个V8摄影一样 监视系统 那这个 判官走到这里的时候 你看下面分两个 有没有看到 下面有两个景色 江老师把人生分成富贵跟贫贫贱 富贵的这一分 你看 桃花开 有没有 注意看 桃花开 你注意看那个富贵跟贫穷的表法的时候 富贵人用桃花 贫穷人用什么 你注意看 那个家 你就看那个画家 他用表现 有没有 风速 风速已经到枯黄 一个是春 春天代表富贵人家 秋天代表贫穷人家 消瘦之气 然后富贵人家 你看 那个奶妈在洗澡 沐浴孩子 旁边那个侍女在侍奉义君 那个官夫人躺在床上 床布上 雍容华贵 她要起来的时候 老爷说不用不用 有丫鬟事后就好 夫人坐着 躺着就不用动 你看那个 那个富贵人家 多好 多羡慕 那个富贵人家富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那个孔德成先生 刚出生的时候 他是奶妈 等于是 他妈妈没多久就过世 孔家 有大概 孔府 孔林 孔庙 三孔 两千多年来 历朝给他们的奖 后赏 都没有动 没有搬家 你注意看 一个家里面 如果两千多年不搬家 你知道你们家东西有多少 光十年不搬家 家里面东西 而且都是皇帝历代的赏识 然后这个人 这个比如说 他们当家给孔府上班的 管财的 管粮 管什么的 管这些资产的 有七百人 你就可想知道 家大业大 那下面 左下角 那个土地公 土地婆 连富贵人家 连土地公 跟土地婆 都很羡慕 你看 回头看一看 这个家庭 这个有时候 人间的富贵 比地上的神明 过的日子都舒服 好 那你看那个 以上啊 这个富贵 可是富贵人家 十户 没有一户 这是金字塔形 大概就是一户 下面贫穷人家 是千户万户 下面看贫穷人家 钢里面啊 没有米了 再来 衣服是衣衫蓝绿 再来看他的那个 台子 木台上的菜篮 两根青菜 然后你看生小孩呢 肚子挺大的 没有营养 只能喝粥 再来 那个衣衫蓝绿 床部啊 都是那个草垫 虾家破布 窗户啊 也是用了一个主席 去挡风挡雨 这就是原先的生活 孔子七十二贤 原先呢 就是过这种苦日子 这种老百姓 一大堆 再往上看 当判官 以蓝色的光 摄持了这三个魂 要投胎的时候 他们很想富贵人家 可是判官说不是 你要投生这种人家 就是说 贫穷人家 你注意看贫穷人家 第一个贫穷人家多 第二个贫穷人家 比较会生 对不对 你看印度一家 可以生三十几口 台湾呢 富贵人家都不生 是不是 换句话说 都是贫穷人家 这第二个 第三个 所造的善业 很多人都想投生到 富贵人家 可是比善业比不到 只好去投生贫穷 第一个贫穷人家多 第二个贫穷人家 胜得多 第三个善业 大家善业都想 投生富贵人家 结果比起来 结果不是前三名 是后面的 所以乖乖的 都投生到贫穷人家 可见都是 走木板桥的比较多 走金桥 云桥 玉桥的比较少 这是画家要呈现的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幅图 下一幅图 大概人 投生到人道 是很难的 大概都是投生到 畜生到 地狱到 跟恶鬼到 然后江老师就把 畜生到 地狱到 恶鬼到 通通化到地狱变相图 所以整个地狱变相图 里面有三图 但是特别讲地狱到 这样子 所以人生大概都是堕落的多 超生的少 就算要投生到人道 人道都不生 所以连投生到人道的 几率都变小 所以如果看地狱变相图以后 应该要有一个体会 除了断恶修善以外 就是要男婚女嫁 叫做男有份女有贵 而且要多多的生 你看看 很可怜 连善业拿到善业 都投生不了富贵的人家 都投生不了一般的人家 以前雪公老师 在1980年代 给人家证婚的时候 大概都是多子多孙 那个时候 大概很多人就跟雪公老师说 我们当时台湾的政策是 一个不算少 两个恰恰好 三个要处罚 雪公老师说 老弟 你不知道 以后你就知道 果然 三十年后的台湾 真的就知道 人口老化 男不婚 女不嫁 不生 再加上同性恋 又给他过关 变成这样 你不要说将来 你后面没有小孩 连道士要找人剔度 都剔度不了 变成这种危机 危机竟然是 全方位的危机 那再来呢 好 投身不了到人道的时候 往往小小的恶业 都容易堕落恶道 因为投身人道要有缘 就像说这个学校 你读不到的时候 你只好选别的学校 有时候投身到 那个三恶道士 这种情况 是说固然 他的恶业会让他投身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人道太少 这个也是问题 这两面观察的 那往往投身到恶道的时候 你看 一个漩涡 一个漩涡代表一个业力 业力就是让 那个漩涡就是告诉你说 你不得不染 不得不染的卷进去 这里面有什么呢 你看有那个染头发的 代表失败 你注意看那个地狱 掉地狱的是现代人 但是狱卒是古人 你注意看 那个狱卒都是古代人 堕落地狱的都是现代人 江老师说 它有三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 就是地狱从以前就有的 这就用古人去表达 第二个 堕地狱是现代人在堕 古人已经堕了 现代人正在堕 这第二个 第三个 地狱里面 这些产相里面 这代表这种刑罚 是一种恶业的酬长 那在这里面 受一个警惕之功 这里面 比如说 还包括说 有没有演技的 哭的 表示说这个人已经知道 他不妙了 还有你看那个学者 有没有 这两个学者 然后这两个学者里面 他的处理法是什么 是那个脸上 用一点颜色 用一点颜色 就像国际里面 那个小丑颜色一样 就是说 表面是好人 其实是白 人家说曹操 曹操为什么出场 是白脸 就代表奸邪 国际用脸谱去表现 代表奸邪的脸 那这个曹操有一次 出来唱戏的时候 出来唱的时候 忽然是变成红脸 只有一次 忽然是红脸 为什么 原来蔡薄歇的女儿 蔡文姬 曹操忽然觉得 要对得起老朋友 所以花了一笔钱 把蔡文姬 从那个塞外 输回来 所以有那个 胡家十八拍 文姬归汉图 那个是曹操忽然 做了一件好事 就曹操这个 坏事容易干 好事很少干 忽然干了一件好事 所以国际 叉叉叉叉 出来的时候 曹操是红脸 你知道国际多厉害 所以雪鲁王说 你懂得看国剧的 各种脸谱表现 你就懂得 那个人心在变化以后 从脸去看人心 雪鲁王说 以前人都知道 现在人都不知道 那这两个教授 这两个教授 你出去看 以前教文语的 教大学教中庸的 你看这两个教授 就像这样 然后手上拿着金书的 你看那个脸的话 就是表面是好的 其实后面隐藏的是 间邪的 表面是仁义岛的 后面是求名求礼的 但是他不知不觉的 换句话说 到地狱里面 有几种状况 有一种是 不知不觉的 被那个夜去引进去 好像我们做梦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 都要做噩梦 谁想要做噩梦 可是因为坏事干了以后 就不知不觉的 做噩梦 就像这种 不知不觉的 被引进去 还有一种就是 已经知道了 所以眼面哭 你看眼面哭的人 还手上拿面珠 这就是警惕的作用 然后往前走 往前走 还有佛教徒 还有天主教 还有基督教 还有悔教 你看那个叫做道教 拿户的那是道教 那个白布尾的那是伊斯兰教 反正就是四农工商 贩夫走折 学者专家 就不知不觉的 被引进去 就引进去了 引进去到哪里呢 下一张 下一张就引进到鬼王殿 你看那个 拿着那个挤的 然后全身是活活的 而且是怒目的 钢牙的 怒法冲冠的 你们看到 岳飞 岳无目打仗的时候 叫做怒法冲冠 就是长得一样子 就是那个奋勇杀敌 然后身上那个蛇 那个蛇代表是什么 代表说 有两种形象 一种正面来说的话 就是一种威士 能够降服这种毒蛇 反面来说 就是借着人们的贪欲 那这个鬼王 如果我们读地藏经 像五度鬼王 祖命鬼王 这些将来都是要成佛的 眼前是菩萨示显的 菩萨有时候会示显鬼王 因为 以前显明法师说 这个 慈眉善目度好人 怒目金刚度坏人 所以佛们的大德 大师 菩萨 也可以慈眉善目 也可以怒目金刚 就完全看众生 那这就是鬼王 那比如说那个光木女婆罗门 你不是要炒把她的母亲吗 那鬼王出来报告说 你的母 因为这个 你念绝法定之在如来 那个成你的功德 这个地狱的众生的炒神 就是鬼王 鬼王的 鬼王出来的目的就是 降伏那个 造恶的众生 鬼王就像当什么 我们如果那个 在场当过兵的 鬼我们那个当兵 在社会上那个 赤龙赤凤的人 在家里面常常骂父母的 披头散发的 就很嚣张的 说话三字经的 我告诉你 他最怕的是什么 忽然兵丹接到 到部队的时候 全部还一直 剃头 剃完头 全部变乖 那个鬼王就是教育班长 我记得 那个 那个台湾的 伏兵役 有时候 以前的是不错 现在不行 以前不错 以前那些 牛鬼蛇神 去伏兵役的时候 头只要一剃 全部伏地挺身 地上爬 单兵 单兵工具 就训练他们 我觉得这种教育不错 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个破我 只要怎么破呢 比如说师父骂我的时候 我一定很不愚然 可是蛮奇怪的 当兵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去 湖兵役 我们是少尉军官 那时候还没有去 湖兵役 那个 那个 夏世班长是高中毕业 他很不爽 我们这些大学毕业 他就骂我们这些 叫做狗少尉 有种给我出来 奇怪 我们大家都长好 闭躬闭躬的听 好像没有我职 都没有我职 怎么骂都没有我职 师父骂就有我职 好奇怪 可见有时候 要被恶人度 真的 我们那个班长骂我们说 我看你们这群就是狗 有种都给我站出来 没种 大家都没种 好像我都不见了 好那 再来 江老师怎么表法 这佛家的叫做鬼王 道教的他用两种表现 你看那个地狱变相图 大家都同意 为什么都同意 他有佛家的画法 有道家的方法 有儒家的画法 所以四儒道三家都同意他 第二个用道家的画法是什么 黑白无常 对不对 黑白无常在佛家没有 在儒家没有 就是道家有 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是什么 就是白无常就是扇子勾魂 黑无常就是算 你这一生里面做了多少恶业 一丈算定 所以你看 算 何该下地狱 然后再 再来左边的地方 左边的地方 就判官 判官 苏东坡就曾经当过杭州通判 杭州通判就判官 判官是属于儒家的 苏东坡当杭州通判的时候 其实他有蛮感人的 就除夕那一天 他的那个 衙门里面通通是犯人 通通是犯人 是怎么犯人呢 很可怜 你知道吗 就是搞不懂国家的法令 所以犯了法令 就王安石的变法 老百姓都看不懂 就一利一休 老百姓都不懂 不是我不是讲一利一休 我是讲那个变法的时候 就 我怎么不小心 那结果都是犯人 看不懂国家的法令 看不懂啊 所以看不懂就误处刑法 苏东坡我你 你是苏东坡你判官 你到底要不要判 你不判 你违背之手 你判 你怎么可以判他 他是搞不懂国家法令 那个是很可怜的 那怎么能判他 可是你不判 他又被违背法令 你判他 他又是无辜的 你看怎么判 苏东坡那个除夕 回家 根本回不了家 年夜饭都吃不下 就坐在那里就呆住 一群犯人坐在那里呆住 你看怎么判 你看判官 就叫名字 有没有 一个点名 你看那个地狱那个名册 那么多 一个一个点名 张三 李四 王五 一个一个点 就点到一个一个 还有一个进来 每一个都乖 为什么每一个都乖 因为城门占了一个鬼王 可见有时候 真的还要 鬼王来管 好人管不住的时候 只好坏人来管 所以每一个 你看这个时候 来的时候 你注意看那个表情 有的人觉得大事不妙 我来到这里 来了 然后你看注意那个 有的人指责是他害的 旁边那个指 那个师父害的 没有好好的教我们 做人处事的道理 是他害的 你看两个人都指他 好 就以上是第一幕 准备要入地狱的 就江老师就把说 我们这个人世间 下地狱的时候 很多都是 比如说这种 学者专家 或者是教化工作 那没有好好的办教化 让人家 这个断恶修缮 结果他的恶 累积变成大恶 就把 灵命中的时候 就被引入地狱 好 那我们看下一幕 下一幕里面 作者要呈现的什么 比如说那个 你注意看前一张 跟后一张的差别是什么 你看那个画家 他真的要表现 前一幕 除了鬼王烧火以外 还没有火 下一幕进去地狱里面 火就通通出来 因为通通是火 意思是说 到整个果报在现前的时候 那个火代表三种火 第一种火 就是 这个有情众生的 遇火跟造火 就是说这个人在这个世间 为什么造很多的恶业 跟他的浮躁的个性有关 跟他的欲望有关 所以那个火就是 造火跟遇火 再来就是 遇足的愤怒火 就是地狱的火海当中的 那个火 为什么会有这个火 就是这三种的叶 啪出来的火 一种是那个 遇足的称火 一种是有情众生的 遇火跟造火 所以终于在地狱里面 呈现的就是火 第二个 他要形容的是什么 那个遇足 是我们一般说 人间有六道 地狱也有六道 地狱的阎罗王 判官 是属于地狱中的天道 那地狱里面的这些公务员 是属于地狱的人道 那再来那个地狱里面的 这个狱主 处罚人的那个狱主 势力很大肌肉 你知道江老师 那个地狱狱主 那个人画的 那个肌肉的线条 为什么画得这么好 我们一般画国画的人 大概不善于处理人物 江老师不但会画 国画的山水人物花鸟 那个人还可以把肌肉画出来 你知道江老师 为什么可以把人的肌肉画出来 我们没有一个国画老师 会画人的肌肉 没有一个 江老师是怎么画的 故宫博物业那些国画里面 你注意看那个人 没有画人的肌肉 这个肌肉还得参考 那个西洋的罗丹 罗丹就是专门画人体画的 所以江老师把罗丹的内涵 拿来画 你看到所以那个表现肌肉的那一分 就是江老师西画的传承 所以江老师这个多彩多艺 还包括画鸥画 那里面你看 比如说判官就是代表地狱中的天道 那里面还有虎狼那些 是代表地狱的畜生道 那地狱里面还有那个恶鬼 代表地狱的恶鬼道 那在里面被处罚各种的刑罚 是代表地狱中的地狱道 可见地狱的 他用这种地狱变相图 去呈现地狱的六道 那我们人间也有六道 我们人间也有六道 比如说欧美就是人间的天道 我们东方人大概就是人中的人道 亚当史密的国父论说 一个美国人相当于100个非洲酋长的享受 那比如说这个ISS就是人中的修罗道 那那个这些黑奴啊 不断的做事的黑奴是人中的畜生道 那肯亚那些伊索比亚的难民 饿得要死的 是人中的恶鬼道 在纳粹集中营跟高棉坡部政权的那些集中营 被藏无人道 或者日本人到中国来 中日抗战的时候 日本人残害中国人 那就是地狱道 你知道日本人到南京大屠杀里面 那比那个杀人的 而且比杀人当中还把婴儿丢上去 用错刀错的 就跟那个地狱的刑法一样 很可恶的 也很可怕的 那江老师在处理里面 你注意看那个 这些就是狱卒 就是修罗道 修罗道里面啊 它有三种特色 第一种特色就是怒法冲冠 代表着愤怒到极点 第二个是用颜色去表现 颜色去表现的就是乌青 人那个气的脸色发青 那个用不同的青来表示愤怒 第三个用眼睛来表示愤怒 那这愤怒当中 这就是地狱中的修罗道 修罗就是恐无有利 再来呢 你看他抓的那些人 抓的人啊 你注意看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那个衣冠楚楚 衣冠楚楚啊 代表说造恶业的人啊 要有福报的人才造得了恶业 你注意看那些 一般世俗的犯覆手足 造不了什么恶业 福大的人容易造恶业 比如说他是学者专家 他是企业家 他是这个 这个这个富贵人 这种人造得了恶业 也是人家的几倍 几十倍 那这种 还有在 左边 还有一种女人 这种女人啊 是引这个社会 作奸犯科的媒介 奇怪江老师怎么知道 女人要这样画 我也蛮佩服的 他一定有上网看 就是说 我跟你讲 第一变相图里面 他呈现的就是说 江老师他很了解 现在这个时代 走到什么时代 这个时代 你如果不用这个时代 去画的时候 你这个时代 你跟这个时代脱节 你第一变相图 很多的人物 要从现代人物去表现 否则你画第一变相图 这个时代是脱节的 你看这个女人 就像舞厅的舞女 就像赌场的这些侍女 就像人们的小三 他创造很多社会的问题 好 我们 然后呢 在 这个铁链 或者是 扭打当中 走到了第一变 走到了第一变 第一变叫做秦广王 秦广王 你注意看 那个江老师的手势 有没有 每一个阎罗店的 阎罗王的显现都不一样 你看那个阎罗天子 他是一个非常神奇 而且拍桌子 为什么在第一变要表现这个 其他变不一定 因为第一变就是在论罪过 那我们 我们这些 有头有脸的 最厉害的就是掩饰罪过 最厉害 你看那个 问证当中 一定是掩饰罪过 现在反正 有头有脸 书读很多的 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掩饰罪过 西装笔挺的 这种 服饰的 第一个一定是最厉害 就是活法 一定拿来保护环了 一定拿乳学来保护环了 一定来掩饰罪过 第一个 说一定很生气 这种掩饰罪过 是最厉害的 所以看那个 很怒目 你注意看 每个人 那个眼睛都是怒目 你看旁边拿服乐的 也是怒目 前面那个判官 也是怒目 注意看 每一个都是怒目 为什么会怒 不只是说 这个人造恶业 而是说 他一直在 一直在狡辩 一直在狡辩 那个是最 最让人火大的 不只是他的恶业 然后你看 这在讲什么 就是 儿子跟媳妇 他不孝父母 可能收了庞大的遗产 然后让父亲 过得像乞丐的生活 最后可能是 父亲或者是被毒害 或者是失去照顾儿子 在地域面对 那个儿子一直表 一直辩解说没有 一直辩解 然后那个媳妇 已经痛哭流涕了 儿子一直辩解 所以善命的 非常生气 那什么样的恶业 为什么江老师要 恶业 无量无边 为什么要呈现这个恶业 因为在《孝经》里面说 所有的恶业 最厉害的就是不孝 而且所有的恶业 都是从不孝开始 所以他恶业当中 用不孝来彰显 那阎罗王 你注意看 秦广王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他的帽子 代表他的威士 第二个后面的圆光 圆光代表他是菩萨的视线 然后呢 这个 辅月代表护卫皇帝 代表他是一个被护卫的人 后面的番 也是代表他的威士之一 还有捧观义 有没有 几个特色都代表 秦广王的威士 一个皇帝的威士 要从几种展现 从那个番 从那个印 从那个斧月 从他的官帽 去展 皇帝大概都是用这几个方式 去展现皇帝的威士 然后这里面 他的官员有 有两种官 一种官就是行政官员 就是行政官员 就是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宋朝的帽子 乌沙帽 乌沙帽这种是行政官员 然后判官是司法官 就像我们地域的 整个政治体制 也跟人间一样 判案的归司法 其他的归行政 所以判官有两 判官站在左边 行政官员在右边 有没有看到 判行政官员拿户 判官 点名说罪过 表真的都是对这个不孝的人 愤怒 然后这里面 判官 你看那个帽子 乌沙帽是宋朝的 乌沙帽 然后这些 这个判官的帽子 像唐朝的判官 这个官帽 皇帝的官帽 又像是更古代的官帽 代表什么 代表地域 古时候就有 那人化的现代人 代表是现代人 做地域 还有 他还有很多的特色 我慢慢的说 然后压到第一点 压到第一点 就是因为他一直辩解 所以你看 所有人的眼睛 都是瞪神生气 然后言罗王是拍桌子 叫他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讲了 言罗王讲不过他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 言罗王很厉害 讲不过 最后只好拍桌子 叫他闭嘴 可是你跟他闭 你闭不过他 所以只好到下一站 你知道那些立法委员 我给你保证 保证 名嘴保证到地狱的时候 言罗王也讲不过他 你不要以为神明很厉害 你错了 保证你 你神也是书人 那个黑的讲成白的 白的讲成黑的 坏的讲成好的 好的讲成坏的 功老把你讲成过世 过世把你讲成功老 随便他 而且他嘴巴讲的 所以为什么看电视 看到最后老百姓 一定糊涂 不想谁对谁错 因为口才太好了 只有一件事情 可以修理他 只有一件 言罗王都输他 所以一拍桌子 不要讲了 下一站 下一站就到这里 你看江老师厉不厉害 这一定要解图 你不解图 你看不出他那个功力 第一个看不出他功力 第二个看不出他的慈悲 第三个看不出他的表达 那最后一天他来讲 他画缘起 你就会很感动 否则他来讲缘起 你又讲 又老掉重坛 又再讲你怎么画地 变相读 我都听过了 你就会很可惜 就只好到聂静台 什么叫聂静台 就是说 掉档案 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重演一遍给你看 对于这种名嘴 怎么讲他都没有用 就掉档案 监视系统掉档案 他发生过什么事情 掉档案有三种掉法 像我们一般科技 就是掉档案 就是你以前的监视系统 你做过什么事 通通把你掉出来 重演一次 这第一种的掉法 第二种的掉法是什么 是这个 比如说佛菩萨有能力 让众生显现他的过去 这第二种 第三种 人最隐为的地方 是躲不了自己的制裁 他晚上睡觉 他会原形毕露 他再名嘴也没有用 他会原形毕露 所以你看那个聂静台 就是把他过去演出来 所以他吓一跳 最隐为的地方 比如说 叫人家去杀人放火 叫人家去灭尸 叫人家去做勾当 我好像什么都没做 我事后只有付钱 或是我嘴巴讲他去做 我什么都没干 你都不能怪我 或者是 都是你们错 我根本不知情 错 你都知情 你公文都批了 那个名字都是嫌疑的 怎么可以不知情 到地狱都 墙边都没有用 统统显现 所以才会吓一跳 吓一跳这么厉害 然后呢 你们看 后面 当他被显现的时候 你看那个狱主 很生气 所以这个时候 还来不及去刑罚的时候 还没有去处罚他 还没有 就来 就开始鞭打了 捶了 揍了 意思是什么呢 这些人还没有受到地狱的刑据之前 就偷偷被人家 K 还没有下去受苦 还没有 就还没有的过程中 就K 像说 有的人被抓到监牢 一听是什么强奸犯 还来不及法院判他 什么刑法的时候 在监狱就被他揍 就像这样 那这个时候呢 将前面来 宜观处处 后面变成 没有穿衣服 江老师要画的是 慢慢的原形壁楼 就代表说 舔不知耻的形象 慢慢的曝露 就说 他以前保护好好的那些罪过 终于在地狱面前 不断的 不断的显现 不断的显现 终于变成没穿衣服 没穿衣服 就在 并不是说 这个 这个他们喜欢这样 而是表征他们 不知羞耻的内心 给他表现出来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所有的罪过里面 有两分 有一分是害人的 有一分是自己害自己 你看害人 他在秦广王那里 有些人他可以 辩解到 秦广王都不是对手 都还没到地狱受苦 现在都没有 都没有 有第二分是什么 那我自己害自己可以吧 前面那个是害人 而且还可以把害人 说成功德 这一分 最大分为两分而已 一分是害人 一分是自害 就是自杀 自杀的人说 我没有错 我只是把自己杀掉 还有错吗 这个命是我的 我爱怎么样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 这个狱主就让他看 你自杀 你发生什么事 你爸妈都活不下去了 你看他爸妈有没有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说没责任 再来 你太太都活不下去 你小孩子都不知道怎么活了 你怎么可以说没责任呢 我记得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孩子 那时候 不知道是干嘛的 他就是 他看 天生有自杀的倾向 有时候会 拿刀子在身上画 当然他会说 我爱干嘛 我干嘛 不是 他每一刀 表面上是画他身体 每一刀表面是画他身体 其实每一刀都割他妈妈的心 每一刀都是 他不会知道 那个叫做罪过 那害别人活不下去 所以 这个时候 再看那个 狱主的那个人 他才会吓一跳 原来自杀有罪 否则他会认为自杀没罪 我爱干嘛 我就干嘛 他会吓一跳 再来 自杀的人会重复自杀 重复自杀 他怎么重复呢 比如说拿刀子杀自己 或者是拿农药喝 或者是烟水 跳水溺死 有没有 或者是拿火把自己烧死 蒋老师画四种死法 来表达说自杀的手法有很多 有这四种 第一种就是自己杀自己 就刚刚讲的那个 躁愈症 自己拿刀画自己 第二种是喝农药 吃安民药 所以有很多电影明星 这个看不开 最后吃安民药死掉 第三种就是放火把自己烧掉 第四种就是跳水把自己淹死 他以为一了百了 其实没有一了百了 雪公老师说 死了死了 死了 没有了 再来 雪公老师说 我们都是再来人 我们不是再来吗 我们都趁夜再来 一定会来 没有不来 那这种自杀的死法 会让他一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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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演 所以你注意看 我们人世间有很多人 一遇到逆境 他就想去自杀 这是一种什么果 这叫做造作等流 我们有五果 有一种叫做异守果 异守果就是说 我投身为人 投身为天 投身为地狱 二鬼畜生 这叫做异守果 第二种叫做等流果 等流果有一种叫做 领受等流 一种叫造作等流 领受等流 就是说我前身不失 我这一身富贵 这叫做领受等流 造作等流是说 我这一身 前身热善好失 我这一身也热善好失 我就不知不觉的热善好失 这叫做造作等流 第三个 叫做那个 这个适用果 适用果就是说 你会用 什么样的行业 去发大财 这叫做适用 你的布施 会借着你某种行业 去发财 这叫适用 那一手果等流果 适用果 真上果 真上果就是环境 离戏果就是解脱 方家说 所作的因 会从这五果 里面去表现那个因 那其中有一个叫做 造作等流 造作等流就是说 前身自杀过的人 好不容易在地狱滚 滚滚滚滚滚滚 爬出来的人间 奇怪 他碰到逆境就想自杀 所以 如何 解决自杀的问题 就要告诉他 自杀是很可怕的 带来的社会问题 带来的家庭问题 还有他自己呢 也会去地狱 酬藏这种恶业 再来就好不容易 他从地狱翻掌回来 人世间 他也动不动就想自杀 所以自杀这个念头 绝对不能有 这江老师讲的 你看江老师把 地狱的恶业分为 大分两类 第一类是害他 第二类是自害 然后跑到秦广望那里 一定是做墙变 反正这个人世间 蛮奇怪的 就很喜欢变 你就看那个教育 教育到最后 就是很喜欢讲理由 各行各业的 包括政治的 反正都是会讲理由 为什么把国家治不好 他也有治不好的 一大堆理由 奇怪的 就是要讲理由 讲理由的习气 我就跑到地狱 也是讲理由 自杀也讲理由 说我没错 你看那麻烦 好 再来往下 大概时间快到 我来请那个道师 来讲评一下 你看那个 这就是作者 在处理地狱变相图的手法 到现在都还没有讲 还没有讲地狱 还没有 所以可见 秦广望 秦广望 很多的叛案都判不下去 直接往下走 秦广望原来不是人间的对手 我们感恩 我们 这个课程 就是要学习 这个 三乐因果 像习主席讲的 要有敬畏之心 敬畏之心 那么我们对于敬畏之心 有提起来 就能帮助我们 端恶修塞 所以我们好好 用心来听课 我也很用心在听 这个 大家 常常听 功德利益 非常之大 因为唐老师这个讲解 我们很容易能够理解 也可以感受到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所造作的一切 那另外呢 这个刚才唐老师 有提到做动画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一个提议 这个现在人 看到这个静态 现在透过这个科技 做做动画 我觉得会更好 那这个看看 有没有人要发信 我记得有一次 那个中央研究院 一个测定法师 带了两个洋人来 他们做了一个敦煌 那个灰天琵琶的动画 那个里面 他是做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 他去敦煌做的那个动画 他给测定法师讲 要送给佛光山 测定法师说 这个极乐世界是静宗协会 他们是专门西方的 应该送给静宗 这本来是两个杨博士带来了 带来之后 他就点电脑给我看 那个顿房那个壁画 那个弹琵琶 我会飞出来 那个也蛮生动的 后来我就给他介绍 江老师这个帝背 我送了两小户 捲的送给他 说这个你去做 他 那个两个洋人看 看看看 看到有一个挂十字架的 他看到 这个也有基督教的 他就很有兴趣 我就送给他 说这个你去做动画 将来可以流通 所以这个做动画 这个提议非常非常好 那现在用午餐时间 我们下午还要上一堂课 那么我去给人家请客 尽量赶回来上课 我会争取准时到 如果万一慢了一点 大家就先上 大家多听 好那祝大家产烈为时 法喜同满 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 我们向佛一问训 起 我们向师父一问训 起 我们向授课老师一问训 起 我们以掌声恭送师父